話說第一次跟交納樓小隊從石澳出發行河咀山 在山上回網石澳看到對面有一個很漂亮的咀位 時候看看資料 這個位置原來叫大頭洲 有一條很出名的情人橋 這就襯著藍天白雲的好天色 去看看這條粉藍色的情人橋 情人橋也不是重點 重點是在這個大頭洲裡面原來有很多奇形怪狀的奇石 兼且風景開揚而且又不難去得到 絕對是一條適合初級交遊的輕鬆路線 碧海藍天白雲再加上一條情人橋 有多漂亮?看影片就知道了 在去看這個有驚喜的大頭洲之前 跟大家分享的客戶小資訊 很高興這條片得到Moro的贊助 Moro是一個來自澳洲的背包品牌 除了它做背包之餘 它的概念很棒 支持環保和本地的創作 其實在過往我需要上班的日子的時間 疫情之前比較忙些少 我都是背這類的背包上班 做事見客 但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長時間沒有公開沒有客戀 擺帶客就擺在發毛 一直都很想買一個類似這類人的背包 但是都碰不合作不著 其實背著行山背囊到處走沒什麼問題 但是有時候引起都很尷尬 例如在街上正面看影片的朋友 他就問我 隊長你剛剛走完山了 又或者有時候見客 我揹著一個袋子 第一句話 客人看到就問 隊長你應該去哪裡 不是隊長 Vincent你應該去哪裡走山了 搞得好像很不專業 即是經常去玩 所以一直都想買回一個 可以平時簡約一些 上班都OK 或者是搞定完工作之後 數上山的時間都應付得到的背包 終於有一個Good的贊助 去提供一些背包給我試一試 就是這個東西了 Morrow聯絡我的時間 我說OK 但是我想看這些背包資料 才做個決定 那我就上了一對showroom去看 一選 我就選了這個 跟我們平時行山用的背包 有很大反差的袋 這個袋是完全沒有外格的 不會在旁邊可以放水 只是一個 除了大格之外 有一個放notebook的位置 這個是一直我想找的輕便背包 因為我想有一個比較簡弱的感覺 不用漏漏漏漏漏 經常跌惹性 為什麼我會選一個叫Makiss的型號 因為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樣的經驗 就是我們上山的背包 當然是希望方便 要什麼拿什麼 但有時候下山之後 其實乒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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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乒 因為我現在在日常工作做的背包 其實我本身就是用這類 喜歡這類的 其實來的感覺會比較簡約 舒服一點 有多簡約有多舒服 外形又怎麼樣 待會有閒著給大家看 但可以先看看裡面 可以組合什麼 先說說它的重量 其實它跟我們一般用的 那一個 我用的25-28的背包 差不多 我用的25-28的背包 一般是600-800g 這個就是介乎700g 和600多g 這個23L,這個小小小,經營這個粉紅色的,是20L 其實是輕度防水的 講真句,這類的背來,你不要預料它大風雨都可以頂一順 但是一般你擔著遮有水撇雨,防水拉鏈,防水塵設計,足夠應付 還有它好處是什麼呢? 內容夠大 儘管分享給大家看看日常的帶點什麼 這一塊就是一些拍攝用的裝備 充電,尿袋,後備 cable 這盒就是我的航拍,飛機,還有電 很厲害,永不是電鑽,不是拿你命三千,是一個收音咪 一般行山我不會帶的,但是今天拍攝,做一個贊助分享的時間 就穩陣一點帶電鑽進去 與此同時,我想分享它最棒,是內容間隔 我經常計劃一點 為什麼我說,其實它是適合一個漏洞 這兩個是放水的水瓶隔 另外呢,有兩個甲位可以放這個尿袋 其實內容夠大,可以放風衣、眼鏡 剛才你還看到很多位置靜 而這個設計是相當不錯的 它有一個呢,是RFID的保安設計 即是說你放了一張八達通的卡 你又不要想著扶機,拿到袋子裡 嘟嘟嘟嘟嘟嘟的八達通,是做不到的 因為保安上面設計 與此同時呢,另外還有一個 其實是一個大袋來的 旁邊還有一個側袋,是讓你放到一個 16吋左右的notebook 不過很久沒有notebook了,因為貪方面的關係 那我就放了一個iPad 打算一陣子要吵架,可以放在後面的位置 就是這樣兩個大格 然後背脊位置 背脊位置 這個是我自己來的最喜歡的 這個位置呢 雖然裡面有一個防盜錢包位置 但我喜歡放在這裡 因為始終都是方便 一推的時候就拿出來 這些錢包咀呢,我們遠山人士 貪方便 只是放幾張卡啊 還有少許錢就搞定 那一拉的時候就拿到 還有幾個最正的設計 不如我看看經理人的袋 一個試試看 一個女子最會戴什麼水筋 OK 其實呢,它的設計是一樣的 基本上是小小小 你會見到啦 剛才我們今天很Chill 帶了一個呢 哎呀 積和的咖啡壺 有水啦 水要帶了兩瓶 還有一瓶熱水 應該是沖咖啡呢 它有什麼積和咖啡 那同樣呢 你會見到它的袋是少很多東西 因為在大陸那裡 但我們有緊急食糧 雖然大家會吃東西 但其實是要帶緊急食糧的 麵包啦 風衣呢 其他一件我還有一件 還有幾個東西 水呢 就算我負責拿了也好 或者他負責拿了也好 一個人看到一瓶緊急水筋是新的 走散了的時候就有水用 那另外呢 基本上的設計也一樣 又是有兩個格 還有一些插筆的位置 那我覺得是幾適合呢 譬如上班 還有一個幾窩心的位置 就是這個位置 見不見到經理人搬起來 有時候的袋呢 這裡這麼寬闊的袋呢 很多時候一試過 我不知道試過沒有 我就試過打開 掉了一些東西出來 如果它有這個位置 可以將它呢 打開的程度收窄 那就好很多 還有有時候 未必有那麼多東西放的時間呢 有個收緊一點的位置 頂位呢 可以令到你那個袋 收緊一點 都是一個好處 除此之外 我覺得另一個重點設計呢 就是這個瓶緊扣 單手搞定 單手拍扣 單手脫扣 是不是很瀟灑啊 OK 你留意一個重點 是甚麼重點啊 天氣實在很熱 我們拍拍的時間 機器又熱到停了機器 不要緊 不搞我的熱情 剛才想說一個扣 就是這個小設計 拉鍊之間 有一個扣位 其實這些我挺喜歡的 因為 其實很多時候 的刷者貪心 都是小貪心 如果是大刷的話 一夜劏開你 不用跟你說那麼多話 對不對 但是如果一些小刷的話 你做得好一點 起碼它不會寫 叫做 寫難取義 你這個難了 就用其他容易的下手 我覺得這些是 挺窩心的設計 而另一個我覺得 的重點是 一般人 看到這類的背囊 都會覺得 是比較 笨重一些 不夠型 等等 其實重點是 背囊的 cutting 現在就看不到 一會兒走的時間 我們拍一下 一邊走 背囊的背囊 你會看到 它很挺身 經理的袋其實沒有什麼 大家可以看到 在看的過程 你會看到 其實袋是很挺 不會拿著 套進去 而且你看到 有微微輕輕 斜斜的設計 是有設計的 我覺得這個是挺喜歡的 就是說 普通一個袋 這類周圍都有 但是你怎樣做得來 你背上身 仍然忍 就是這些分別 除了產品本身的優點之外 一個品牌的概念 也是很重要的 Moro一向重視環保 每個Makiss的背囊 就大概用了20個PET膠料的回收水樽 所產生出來的循環再生物料 作為材料的一部分 除了環保之外 Moro也很支持本地的創意工業 除了邀請本地的不同YouTuber 參與他們的宣傳和廣告製作之外 也都會聽取用家的意見 例如攝影師 旅遊達人 務求令到產品更加滿足到用家的需要 現在只要在優惠期內 卡入我的資訊欄裡面的優惠連結 輸入優惠碼 就可以用9折的價錢 買到我和經理人用的這款Makiss背囊 首次登記的話還減多你50元 經理人用的這款Middle Size 都只是600元 有經過開國大百貨零售點看過的 就知道這個價錢有多吸引 好 看完客戶資訊之後 我們正式在這個石澳海灘出發 今天非常熱 剛才看見沙灘的人是多到不得了的 所以我不能迫了 我們就不游泳 我們會沿著石澳灘很出名的情人橋 看一看 之後就會落到大頭洲那邊的方向 打個回合 全程一來一回大概兩三公里左右 輕鬆交遊 哇 落到沙灘熱的感覺 記得右邊的山上去嗎? 沒有 波板 對呀 波板 你直接拍了波板 這次轉左邊 算不下水而已 都來感受這個沙灘的熱流氣氛 我們沿著沙灘的左邊一直走 走到盡頭 走到旁邊的村路 過去這個大頭洲 好了 出到石澳村路之後 我們沿著右邊的大頭洲方向 原來左邊去回巴士站 這裏叫石澳山仔路 果然是一個山仔 我們要明明向上走 沿著山仔路直到盡頭 又見到海了 來到一座不同的中式建築物 應該是私人住宅 現在是什麼來的呢? 看下去下面就已經是 那條粉藍色的情人橋 還有很清澈的水 看到嗎? 非常清澈 很漂亮 下去了嗎? 好 下去也不會浸水的 下去之前這邊有個位 我們去看看這裏是什麼來的 這裏應該是看過去石澳灘的哪個方向 這個位置看不到石澳灘 但是看回下面的外邊 即是下面 我們其實都可以 捆到過來這個位置 而且水真的很清清 看到你去過那個位置嗎? 那個發射塔 鶴咀山 前面 燈塔 曾經出現過 我們去走的那個位置 那裏就簡直是鶴咀 那個 平魚骨那邊 我們說 有一個 燈塔 那裏應該上的 是啊 這個位置叫做 石澳海角交遊區 那裏 看見這麼清淨的水 真的有個衝動想下水 泡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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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泡 藍橋 已經見到六十年代了 原來也有些歷史 大概都是拍一些當年興建的照片 原來已經是六十年代 即是已經接近六十歲了 浪漫就見人見智 最主要都是粉藍色 不如改改粉紅色 就更加浪漫 是不是 我有說過程度 剛才兩個人過的 有拍過這些橋的大把 我整個人不夠浪漫 我看見到沒有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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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好 我看見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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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條錦藍色的橋 這條情人橋就來很久 說一句DK 在外面這條路都很漂亮 我們先沿著這條路 先走這個大頭洲 上面有個涼亭 我們在涼亭玩完之後才會落在這裏 我想應該會落到水邊浸一浸 如果真的太骯髒的話 每次都會出到石頭灘那裏 沖洗一下 這邊也有一個光光 這邊也有一個光光 在這個島的那裏再望出去的地方 知道在那裏嗎 古 古啊 張軍路 你怎麼會搭 因為我看到那條橋 我最不喜歡那條橋 這條橋 很有特色的 這條橋 你怎麼不喜歡呢 真的離開這條情人橋 我們沿著這條這麼漂亮的步道出去 自己的位置會問我走哪邊 兩邊都一樣 你選吧 有一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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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沿著這條漂亮的路上 那邊是山多一點 剛才在飛機上 看到有一個 好像是一些 戰士遺跡 還是山洞 我想過去看看 不知道找不找得到 剛才你猶豫那條的路 可能就是這個位置 通了出來 不是啊 你做事很過癮 不是啊 我發現這裡玩水應該是很棒的 又平靜又清水 是兩塊來的 即是地殼變動的時間 產生出來的 古靈精怪 其實前面那塊也是啊 剛才我拍到這塊東西 我以為是 那些戰士遺跡來的 完全看過來 又有兩邊 又有些對稱位 原來是碉堡的 原來不是啊 應該是電製房 OK 但厚一點會不會是呢 厚一點都不是啊 是一個水務設施 是渠務處的設施 好 我們沿著去捆走 有些後部 沒有穿了一條梯布出來 一開始有這麼想過 就算天熱不下水也好 濕一濕的時間 都可以去得盡些 非常後悔 我發現這裡是一個玩水的好地方 捆住那邊 我們先出口 對面很近的 將軍澳 經理人已經開始對這個山營地勢 有些認知了 他看到對面那個 竟然認得到是這個釣魚翁 接著還有這個 青水灣哥爾庫球場那邊的位置 想到山多是會認知多了 給他一個讚 這些常常哄一下開心的 反過來 如果釣魚翁看過來 他也認不到這個是大頭洲 因為釣魚翁夠高 這邊他就未必認得到 好 又是一個騎石 看一看 有多搞笑 好像兩隻眼一個口 笑著看著 海 我真的沒有這樣的幻想力 真的 你回去捉給我看看 哪兩隻眼一個口 我只是覺得那塊石挺有趣 我幻想不到這麼多東西 兩邊有路 一直去著 先上一個梁亭位置 先看看 很多東西是逆向思維 請脈攀爬 原本我都沒有意義的 因為請脈攀爬 只要看一看 一級、兩級、三級、四級、五級 是否像樓梯級 是嗎? 是 上面的石頭好像一隻動物 一隻蜥蜴的東西 這樣的情況 還有一些攀爬的扣 你看到嗎? 一些爬石的扣 其實這裡已經有些東西玩 都OK的 這些位置都安全 我想上去看一看 那些石頭 你來等我 好 距離看這隻動物 這裡有兩個扣位 直走過去 來到這位置 不是沒有的 是上這個動物的頂 這裡都還可以上到的 你不要上了 你來等我 好了 上到這隻蜥蜴的頂位 看出來的觀景當然漂亮一點 但是這裡 有一點牙煙 不要亂爬 不是建議大家爬 順便大家看 四個嗨 嗨 這個位置都看得很漂亮 不用上那麼高 是啊 只不過好奇 有一個位置寫著 請蜜攀爬 現在就沿著 剛剛那個扣位 就是有些人在玩 初級攀爬的位置 好奇 剛剛我們走過的路 好 下回來 看到前面還有一些旗石嗎 好可愛 那幾塊 這個大頭洲 比我想像中多野玩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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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一下這個 沿著吸上 你還沒上去 已經不斷說很過癮 你看到什麼 有什麼過癮 好像椅子 對 拍照 好 回頭一看 我們看到一個疑似 好像燒烤爐一樣 再看一看 雖然不夠100米海拔 這樣的天使 都 金金的 當然秋涼 沒什麼 是不是燒烤爐啊 燒烤爐 這裡有出煙霉 還有燒烤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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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燒烤爐啊 燒烤爐 燒烤爐 哈哈 這麼恐怖 好 還有兩邊分岔路 沒什麼所謂 只是繞一個圈 你喜歡吧 到頂位了 大概9多米海拔島 大頭洲 對 這個房子 中間有沒有三角網測的位置 有就是 有也算是三角網測站 咦 不是啦 又沒有東南西北的座向 又沒有中間的監測位 可能是個旗桿來的 好 等我看過涼亭的時間 喂 在你對面啦 三角網測站 直去吧 我們過去打卡 再去涼亭 休息一下吧 好 大頭洲的三角網測站 喂 樓下又有個類似燒烤爐的東西 危險啊 請密斑爐 這位看過去的鶴咀方向 走前一點都沒問題的 前面還有很多開陽位置 不過提提大家都是對的 嘩 真舒服啊 真是燒烤爐來的 這個位 這些簡直是無敵燒烤爐的位置 看著這樣的景 不少東西吃沖咖啡都OK 先休息一下 這個位置呢 風就非常清爽 很舒服的 但是還是有點曬 驚人說不在這裡沖咖啡 它現在逼少少在上面 涼亭那裡多些人 才氣震 不要緊啦 坐在那裡先吹一下風 才再上沖咖啡 看看前面這個小島 很過癮 看不看到幾條狠呢 海蝕的痕跡 後面那個就是鶴咀山來的 好來到涼亭了 先休息一會 我走個盡頭到八卦一下 看看有什麼看 其實這裡明顯地是有路 可以下去 今天經理人交流 不下去了 這裡直下去 有路 那邊還有一些旗石 看過去左邊 吊咖啡和將軍的方向 回望涼亭 一會兒 先去看看 好,現在到了陽天 有咖啡 味噌 對外出這些有興趣 我想去看看 對,小心點,你覺得下不了位置 已經下不了了,有什麼問題? 很骯髒 很骯髒,OK 很天然,行不行? 不如我先下吧 他現在說很骯髒的位置 看看可以下多少 咦,前面的師兄也有點吵架 下來了不夠10級 但到這個位置,他說夠 前面 OK,這裡有少許麥林路段 有條絲帶,外面有幾個師兄 應該不錯 右邊還有一些位置可以出去開一點 算了,今天和你一起都預料了 不會走一些吵架的路 回頭吧 怎麼搞的? 無緣無故拿下來上去吧 好,悠悠閒走這個大途周道 吹了一杯咖啡 看看風景 現在又下去了 沿路下去沒什麼特別 是剛才有幾個棋石 你看看我們剛才站在石頂的位置 這位置看,有蛇像蠟腸狗 蠟腸狗 蠟腸狗 我覺得好像死了一隻豬 然後... 死了一隻豬 什麼? 摘完一隻... 那叫什麼? 摘肉那些? 我們下去近一點拍照給大家看看 你看看 竟然走另一邊的路 我們去不到那隻蠟腸狗的位置 不知道經這邊會不會跨過去 其實我沒什麼興趣走這一邊 因為我想快點過橋的位置 剛才那些玻璃水真的很漂亮 就算不容易游泳也好 浸一浸腳也會疏爽 但竟然走到那邊的山路 這個位置都開樣的 直走到將軍澳工業村那邊的位置 八字底 來到這位 牙齒刷刷角 這裡都可以看到剛才那個亮景的位置 剛剛那位師兄師姐站的位置 就是這個位置 這裡也有一堆旗石 挺有趣 他們選一塊旗石拍照 只准選一塊 那塊好像一隻老鼠熬在那塊 在你11點方向 M石 我覺得那裡好像有一隻老鼠熬在那裡 你先認識一下 好 這隻像老鼠 你幫我拍照 這個老鼠石 在下面還有一條扶手欄杆 再下一些 超有驚喜 這個大頭洲 我們下過去 我們看到前面的小燈塔 過不了去 但可以放假 在哪裡 你見過 我可以看到 我喜歡 不是說 我可以看到 好 我好 這隻 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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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在向岸下走的時間 竟然看到左邊有個不像Q版女王頭 但我還未見到 指明說要過來走一走看看 小心點 對你來說,這裡有一點點善雅 請問你哪位才見到Q版女王頭呢? 我完全看不到 謝謝姐姐 完全看得到 又不代表近來看得到 你慢慢找找找 你找到告訴我 但這裡很乾 很多很可愛的石 這邊很開陽 而且也不算太危險 你看這些石 像頭盔一樣 又是帶頭盔的時間 還要很大頂 這裡是有一定的危險性 所以過來的時間要小心點 Series 好了,找到你的女王頭了嗎? 找不到就走了 出去了,肚子餓了,去吃T 大概她剛才說像女王頭 就是這塊東西 然後現在有明石 然後有一個石 放了一個大石 這樣上去 我一開始以為不用解釋 不用解釋 不用解釋了 大家自己發發想像力 可不可以不下去? 很肚餓 看看 OK,下下下 咦?你不是想下嗎? 想不到今天去雅慶 讓我來得更加積極 但是 但是 都可以了 這個藍天霸雲 的確是靚得很厲害 哇,很棒 建得很齊整 這些東西 小朋友攀石 很厲害 再看看低一點的位置 這裡其實是一些 我猜是火工程下去的設施 來到這個位置 已經是盡頭 當然 如果你要繼續 跨過這個欄杆出去的話 又沒有說不行 我們今天的行程 就到這裡 看看小朋友 多有趣 在爬石 很厲害 好了,又落到這塊蠟腸狗石了 這個位置看不像是吧? 但在頂上看 我真的覺得是像一隻蠟腸狗 一間的 蠟豬 我沒見過蠟豬蠟腸狗 我也有見過 好了 當你經過這塊蠟腸狗石的時候 差不多走出去 就可以了 前面的舊石 我們回頭看這塊石 夠壯觀 正前方向那塊 蛤? 石中有石 我去找個位置走過來看看 看看有沒有沒落過去 前面有個牌 又有個牌夾入 切蜜攀牌的位置 那些牌 就是告訴你 其實那裡是有景點的 危險 危險 請蜜走近岸邊 這裡過去 請蜜走近岸邊 請蜜走近岸邊 就是告訴你 蜘蜜是岸邊 小心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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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給我看鏡頭 其實是怎樣 是這樣的 是這樣的 下方的位置 旁邊就是這塊 我們認爲很過癮的石 一條條石 除了一些水晶石 那樣凍在這裡 中間的石很可愛 好像剛剛跌下來 卡住中間 好像是很漂亮的 很漂亮的 很漂亮 這個低鈔 先去看看 好 先出來 主要山徑 下去 南式 情人橋的位置 如果鹽橋外 可能怕風浪大一點 這邊橋的內側 有一個內湖的方向 有些石 隔著水 這裡相當安全一點 可以玩一下水 也應該可以的 這裡已經沒有剛才這麼清澈了 不過還是看到底 好 還有一個 藍色情人橋海岸的鏡頭 離開這個位置 左邊的路 我們穿右邊的一間古廟 進去看看 好 沿著這條村 出來的路口位置 石澳道 出來石澳道之後 我們就沿著左邊 去回冥灘的方向 在旁邊的餐廳 仔士多仔 找點東西吃一下 我和經理人 在後面的茶器 吃光了之後 就結束今天的行程 我們還有下半部分的活動 這條影片 就分享到這裡為止 喜歡我的短片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和分享給大家興趣 去遠山加入的朋友 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